今天中国热点新闻 所罗门群岛巨星正在考虑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以便与中国正式建交 与此同时随着北京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美国官员谴责中国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支阵锋禁止蒙面示威是香港当务之急 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呼吁出台禁止蒙面法 作为防止局势升级的一个有力工具 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一些反对派的强烈抵制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法案的有效性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警察抓法官放的现象近来在香港的确屡见不鲜 7月31日40多名被控参与上环暴力事件的嫌疑人 在提训当日获准保释 8月3名暴徒非法禁锢 甚至非礼一名女士 但法院审理时 他们全都获得保释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9月8日下午 部分暴徒冲进中环 湾仔等港铁站大肆破坏 并在港铁中环站出口纵火 9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中环站一带 视察站内外损毁情况 深夜并在脸书上发文斥责暴徒 对港铁站造成的破坏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文革著名造反派聂元子去世 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 从此跳进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漩涡 他的余生都在这次忤逆之举带来的美名 与恶名中度过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严打下的新疆监狱监禁人数激增 2017年和2018年 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 构成半数以上人口的新疆 法院共判处23万人有期徒刑或其他刑罚 比该地区几十年来 任何时期的记录都要高出许多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马云江湖再见 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成功的创业者办理了离职手续 未来除了人会通过永久合伙人的身份持续影响阿里巴巴决策外 马云还将继续投身他热爱的公益教育等事业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美国检方9日以欺诈罪起诉一名中国学者指控他协助中国华为从一家加州企业窃取技术 华为表示该指控为子虚乌有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花费大约3.5万美元 经过了7个月时间 西诺谷制造了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宣称的第一只克隆猫 这是中国成为克隆和遗传学大国的又一迹象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应对经济放缓 中国央行释放9000亿人民币 中国的央行采取行动给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称将向金融体系注入1260亿美元 目前北京正在与美国打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 同时与国内危险的债务成瘾作斗争 您好感谢您的观看